我叫Shani 我來曼谷五年 因為最初認識了泰國老婆 所以就來這裡生活 其實一般香港人知道的泰式食物 都是比較局限於某幾種 譬如菠蘿炒飯 山蝦等等 其實來到泰國後才發現 原來有很多是以前沒有見過的 現在是泰國時間 早上6時 其實很多人已經開始活動 一般來說早上吃早餐的時間 他們很少會像香港或台灣坐下來慢慢吃 多數會買酒吃 因為他們都準備上班 這就是他們經常來的市集 通常早上都會吃炸食物 我自己吃過三文魚覺得挺特別 因為三文魚會配一些類似糖醋的汁 另外還有豬頸肉 豬頸肉是用魚露汁去炒 還有平時我都會吃炸豬皮 平時我們吃來吃去只有一兩三種 但泰國人一看就知道是甚麼 例如這些類似香港的豬肉乾 還有這些我們稱為母肉 即是肉鬆 配粥或飯都可以 這個早餐我們送了三種炸食物和三個粒飯 裡面有甚麼呢 古三層 即是三層肉 還有Bla Semon 三文魚 還有Munum 就是豬柳 另外這三色的就是粒飯 粒飯泰文就叫Koneo 這一間的粒飯很有名 所以我來這裡就叫這個三色飯 最初吃起來會覺得有少許多 但吃慣了覺得真的很棒 我最多點五種 再加少許美容 即是豬肉鬆 還有再加豬皮 因為有豬皮真的好多 雖然是肥一點 但不要緊 看我身形也知道我是不怕的 晚個小時五 一個字 熱 初初來就會覺得這麼熱 不如躲在商場吃快餐店 但跟了泰國人吃一吃 又覺得原來熱的時候 吃辣的東西 酸味味的東西 真的開胃很多 還有慢慢會令自己 適應了這裡的天氣 其實這一區比較偏遠一點 不是說市區很繁榮 很多大的商場 主要是大型的屋 住宅 所以才有這麼多地方 給它開一間這麼大的店 這是我最喜歡吃的豬骨架湯 平時我和朋友來都會點這幾道菜 這個豬骨架湯其實很特別 裡面的湯底是熬了三個小時 連豬骨一起熬 令豬骨非常入味 而且很軟 在上桌前 它會加一些蠻蠻青檸 還有不同的小辣椒 其實這個湯底才是它的靈魂 再喝兩口 很棒 在這麼熱的天時 吃過這麼辣的東西真的很棒 除了豬骨架之外 有一件事是必吃的 就是這個拌麵 泰式拌麵的特色 就是它加很多的配料 有豬肉丸 豬肉 豬內臟 同時有炸餃子皮 還有生雞蛋 也就是溫泉蛋 另外會加一些調味料 例如花生碎 還有辣椒醬 和辣椒粉 最特別的是 香港人未必會加的 就是砂糖 這件事我覺得是最特別 因為他們最喜歡的口味 是酸酸甜甜的 這個就是泰式燒豬肉丸 這個燒豬肉丸 和香港的豬肉丸不同 它比較小粒一些 因為它裏面加的粉成分 是比較少 所以吃起來有咬口非常好 還有就是你看到上面的汁 是它的靈魂 這個醬汁是用了酸豆 還有蒜蓉 和胡椒粉 去慢慢調校出來 所以食略非常之醒悔 豬骨架湯 它的泰文叫做檸檬汁 而拌麵 它的泰文就是 鮭丸 最後 以燒豬肉丸來說 泰文就是 鮭丸 鮭丸 其實他們這間店很有趣 它的背景是一對 夾樂隊的父子 爸爸在幾十年前其實是 明星 很多粉絲 很多女粉絲 它主要是這對樂隊 都是做結他手 兒子亦受它影響 有一種全城的感覺 也學到結他 也對鋼琴和音樂很有熱誠 他們偶爾都會在餐廳裡 配樂隊表演給客人看 除了她的大兒子之外 還有兩個小兒子 兩個小兒子 今天不在店鋪 但她們都是樂隊友 所以很有趣 整家人都是樂樂隊 這個餐廳最特別的地方 他們是賣藍布菜 藍布菜的特色是甚麼 就是近馬來西亞 會混合馬來西亞飲食的文化 例如辣椒 或咖喱 椰汁 甜甜的 辣的 挺特別的 這裡是最有特色的三種菜式 第一款就是野菜湯 這個野菜湯很特別 它裡面除了有椰汁之外 另外還會加了很多野菜 野菜是南部獨有的 另外會有大蝦 還有很多炸了的紅蒜在表面 吃下去酸酸甜甜 有少少像香港 我們會吃到的白汁咖喱豬扒飯 但它出來的感覺是更加濃郁 配飯吃是最棒的 第二個菜式就是紅蔥香蒜蝦仁 這個紅蔥香蒜蝦仁很特別 它最重要的靈魂就是中間這些配料 這些配料有些甚麼呢 有些蔥花 還有炸了的紅蔥 和辣椒仔 它切碎後拌在一起 再配炸到脆脆的蝦仁 吃下去非常野味 而最後這個菜式就是我最喜歡的咖喱龐蝦 這個咖喱龐蝦的醬汁非常濃郁 而這個咖喱不辣 跟我們平時吃的有少少不同 它是帶甜的 至於南部人 他們吃的時候都喜歡用手吃 例如拿起青瓜 他們喜歡點醬汁然後放入口 這種吃法其實是最滋味的 如果我們覺得不夠飽就不要緊 它還有米線和雞蛋可以配在一起吃 拌汁就是非常好 咖喱蟹米線 泰文就是 紅蔥香蒜蝦仁 它的泰文就是 野蔥野菜湯 它的泰文就是 白蘸花的茶 暴力沒有人想發生 但耳武製暴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我們可以講 時代革命 你用這歌 可以代表我 幫我為你教育